大家好,阿维兰奇的某A德时 Kingdom Rush Frontiers 没错,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塔房游戏Kingdom Rush的续作 记得以前玩Kingdom Rush的时候都是下班回家后开始玩 一玩就玩到早上四五点,睡三个小时左右后起床上班 也是蛮拼的 所以看到Kingdom Rush Frontiers过了后还是有些小兴奋 这次录视频的话,想了想,打算只把第一次过关和三星过关的做进视频里 如果第一次过关就三星的话,本关只有一段 然后每关分一个play的方式做这次视频 OK,开始游戏吧 难度选择,对于闯关族的某A来说,当然Veteran,最高难度了 利尼维亚的守卫者,我们再次需要您的帮助 恶魔党的军队正在进攻哈默霍尔德古要塞 虽古要塞曾经多次都未被攻破 但现在,要塞再一次被沙漠游牧部落围攻 请率领王国卫队保卫我们 哈默霍尔德要塞 要塞坚持不了多久了 东面快被攻陷了 给我冲 游戏任务的介绍,阻止敌人通过蓝色点那里 基本建筑还是和以前一样 只有弓箭塔,兵营,魔法院和炮塔 先造一个炮塔和两兵营 兵营主要是拖住敌人的前进 好让炮塔输出更多伤害 没钱造建筑了,那么开始吧 游牧部落光着膀子就来了 右边出现的骷髅头的图标 就是提示下一波攻击来了 点击骷髅头将减少增援部队 和火焰雨的冷却时间 左下方显示有火焰雨和增援部队的冷却状态 冷却结束后可用数字建议和2来选择使用 我们的英雄出现了 英雄可用空格剑将其选择 然后用鼠标操作 帮助成功课的效果 软磨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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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提示是说,穿铠甲的敌人虽减少物理攻击的伤害,但不能减少魔法攻击的伤害 火焰鱼有了,这可是救场的神器 之后,恐尊纪尔在技能bble 威州的残力 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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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的介绍 低价 高伤 平均速度 抵抗是没用的 你的终结即将到来 木哈哈哈哈哈哈 一言不合就逃跑 三星 毕竟第一关是教学关 没什么压力 简单处理下就OK了 相信后面难度会有大的提升 不然没有紧张赶游戏的乐趣就没了 美关过关获得的星术 可用于升级箭塔 兵营 魔法院 炮塔 火焰雨和增援部队 先升级下增援部队和兵营吧 这样两项都是为了减缓敌人前进速度所用 让其塔远程防御塔输出时间多一点 混乱中马拉加夺走了存放在哈末霍尔德的拥有强大力量的十支锤 东面要塞来的哨兵向我们报告了马拉加的跑跑方向 要塞的士兵们正与马拉加对峙 拖住了他的跑跑系程 将军 我们必须得快去支援我们的士兵 十支锤就Kingdom Rush里面最终Boss一流的 最后有段漫画讲不知是被谁捡到了 原来就是这小字 所有塔的二级开启了 要开始玩运营了 这地图一看就是要中兵防守两条道路的会合处 蓝色箭头指的地方放炮塔 红色箭头指的地方放兵营应该会不错 继续武器风筛 射选 我根本不怕 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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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reedom Charge Reinforce 这里造的冰影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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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 Fully loaded Freedom Reinforce 大事不妙,第六波的盔甲兵和光榜子們突破交會處的防禦了,後排要拿命來擋了 卧槽,第七波有這麼的狼 報告國王,狼來啦,狼來啦,什麼,狼來啦,快把後宮保護住 交會處士兵終於補上了 FREEDOM Like a charm Reinforce For honor and glory King 兩星 主要是第七波後面的一波狼的洪荒之力,直接掉血掉到7 下次要總點防禦第六波和第七波的盔甲兵和狼的組合了 上一次藍色箭頭指的空地,沒怎麼用 這次得考慮下在什麼時候造造兵營拖延下敵人速度才行 這次的黑龍 就算了 這次的火牙 就是這次的魔法 對龍 其實就是這次的魔法 就是這次的王子 大陸 會有很多人 這次的魔法 在野 這個窩 這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einforce i have no fear batt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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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星,看来还是得靠大量士兵拖住敌人脚步才行 OK,这次就到这里,主要是第一关是教学关 所以这次一下录了两关 这样的第一次通关和三星通关的对比 相信会对大家在关卡的理解有一定帮助吧 另外,目前来看Kingdom Rush Frontiers的新要素一个都还没出现 相信下一关就会出现吧,所以敬请大家期待 OK,那我们就下一关再见,拜拜得时